同样是92 倚存汽油的动力确实比普通汽油差 如果我们特别在意动力 可以适当提高标号 通过加普通95 解决倚存汽油动力差的问题 这就好比穿拖鞋 你没办法爬山 那换双登山鞋 不但能爬山 而且爬起来的体验 有可能更好一些 那同样标号的倚存汽油 和普通汽油动力上的差距 它不算小了 内燃机学报有论文 车用倚存汽油 对电喷汽油机性能影响的 实验研究上面讲 运用电控汽油机进行实验 燃用相同标号的 倚存汽油和普通汽油 结果发现功率和扭矩 平均减少6% 那随着油门开度不同 下降幅度也不一样 最多可以降低10%左右的动力 打九折 可能大家对这个10%没什么概念 拿一辆本田雅阁来举例子 低配原厂扭矩230牛米 少10%就是少了23牛米 对车子来说 这个力经过力弊和磁笔的放大 23牛米就相当于你手 握住一根10厘米长的 这么一个铅笔头 另外一头挂了一个 36公斤的哈士级 整条狗挂在那边 这个时候你手腕承受的这个力 23牛米 那么倚存汽油之所以动力差 是因为它的热值比较低 汽车维修技术网有个资料 车子都有暴震传感器的 一旦检测到暴震 ECU就会将点火提前脚 在合理范围内调制 不会暴震的那个角度 它会自适应的 也就是说车子加的汽油 满足标号最低要求的时候 你比如说92的车加92 95的加95 这么计算动力的话 是不需要考虑 这个暴震对动力的影响的 只需要比较 乙存汽油和普通汽油的热值 就可以了 那热值对动力的影响 就好比一个人吃半个馒头 能获得的体力 肯定是要比大鱼大肉 塞到吃撑的 相对来说要少了不少 还是内燃机学报的这篇论文 乙存汽油的热值 低于普通汽油的热值 那相当于普通的93.5% 所以才导致动力损失6% 加起来不是100% 是99.5 各种传递 它都会有影响 都会有消耗的 那既然乙存汽油动力差 又加不到92的普通汽油 那么换加普通95 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的 95和92的区别 实际上是新碗池的不同 这个就好比同样都是一碗面 你加一个鸡蛋 它叫鸡蛋面 你加鸡蛋加牛肉 就变成牛肉鸡蛋面 一个是92 一个是95 这个面和汤是一样的 那当代化工期刊有论文 车用汽油的品质及精细性评价上面讲 92号基础油 加入11.54%的MTB1添加剂 可以变成95号汽油 这个时候 单位体积热值降低1.69% 如果使用12%的方厅 来达到95号标准 单位体积热值是增加1% 也就是说92号普通汽油 换成95号普通汽油 动力变化在负的1.69% 到正的1%之间 但是使用的是哪种添加剂 炼油厂 都是根据自己的方案来的 我们加到的油是哪种 我们也不一定了 这油放在你面前 你看你闻 你胆子大一点 你喝 你也分辨不出来 对吧 所以说算上刚才92号 倚存汽油和92号普通汽油 6%的差距 95号普通汽油 相比92号倚存汽油 那总体能提升多少 4.31%到7%的动力 大概相差的是这么多 能够加到普通95的地区 你就换成95来加 是可以应对倚存汽油动力下降 这个让你很郁闷的事情 但有些地方连95 它也是倚存汽油的 那还有没有必要加95号倚存汽油 还是比较热职 国标GB1835 120 17 车用倚存汽油110的具体参数 不同标号倚存汽油之间 仅仅只有新婉值差别 说人话 无论95还是92号的倚存汽油 10%的燃料都是倚存 这个是一样的 只要比较汽油的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这就好比套餐是一个汉堡加一份薯条 再加一杯可乐 第二个套餐是鸡米花薯条加可乐 那你比什么 是吧 你只要比汉堡和鸡米花就可以了 薯条可乐一样的 那今天赶上电庆 随便买哪个套餐 还送一个甜头 比来比去 套餐一和套餐二之后 还是只有汉堡和鸡米花有区别 也就是说92倚存汽油 换成95倚存汽油动力变化 也是在负的1.69%到震的1%之间 总而言之 车子油品要求是92 加普通的95汽油 能比加92号倚存汽油 提升不少动力 但如果9295 你平时加的都是倚存汽油 没必要折腾了 本来就是差距不大的 而且甚至有可能会遇到 反向提升动力 负优化 得不偿失 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意思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